哈喽,大家好,我是小哲哥,首先小哲哥先提一杯,恭喜AG常误会击败E斯大Pro,打进KPL春季赛前三的位置,昨天AG常误会还是按照路奇法的预测继续前行着,但万万没想到E斯大居然被AG零封了,这是所有解说没有预测到的,甚至大部分解说都认为AG打不过E斯大,其实这也不怪他们,毕竟AG前几场比赛掉点太多,更有意思的是,赛前黑友的九泽教练,当队友打进走决赛之后,直接发文格宫喊话SK, 败表主留给小胖子SK掌控雷电了,此话一出引起了热议,除了非常相信SK的实力外,似乎将AG和TTG两支队伍都看扁了,九泽的实力有目共睹,先不说总决赛能否战胜过他,但这次他被AG狠狠的打脸了,虽然赛前有四位解说预测了AG能赢,但说实话,很可能他们自己的心里都在打鼓,关系好不支持一下说不过去,最后事实证明了,AG不但打败了E斯大,而且还是这个决赛没有的灵风,这让曾经拿捏AG是所有人认为最稳的教练, 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呢?随即来到采访机,SK真就厌不下这口气,同时也心疼自己的队员们,真情流露,韩勒表达了自己和队伍的不足,能看出SK也是个有情感的性情之人,对此小胖们是不是也没有想到两队会打出这样的结果呢? 原来没有对一起队员吧,没有本来带到更好的高度 最近也是三宫茅庐,就是你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武汉E Star Pro比较吸引你的是什么呢? 信仰吧 还有一个团队的一些,怎么来说呢? 感觉,还有信任 感觉,还有信任